明天就是除夕夜了 那除了中国还有一些华人比较多的国家 有在庆祝农历新年以外 一些西方国家像是英国 每逢农历新年 也都会大肆的为伦敦的唐人街装饰一番 挂上红东通的大红灯笼 甚至会主办游行庆典 还有一系列的舞龙舞师等等表演 而成千上万的华裔 以及不同族群的朋友 也会趁着农历新年到当地 好好地感受一下节庆氛围 但是今年英国因为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 一系列的大型活动继续是缩减规模 一切从简 准备好一颗颗红通通的灯笼 将挂钩和绳索记号 则由工人们将灯笼给挂上 一转眼英国伦敦唐人街的街道 披上了浓浓的年味 负责策划的主办方表示 由于英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不能够向往年大肆庆祝 但是仍然想要感受新年气氛的民众 也可以透过电视 感受现场活动的洁净氛围 我们必须保护大肆庆祝 他们会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在电视上 我希望大家不要进入中国城市 因为他们可以快乐祝福 在未来 镜头展到西班牙巴塞罗那 当地的华团组织也在新年前 举办了一场新春庆典 并且邀请市长一同前来欢庆 春到福来 五股分登 赫新年 活动上除了有传统舞蹈表演 当然也少不了舞时重兴 响亮的锣鼓声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伟观 另一边乡 越南河内的一个早市 也在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刻 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抢购年货 方言望去 五彩缤纷的新年装饰映入眼帘 民众都在细心地挑选心仪的装饰 希望赶在年前 好好地为屋子装饰一番 好看 好看 谢谢大家